好,辛苦了你們兩位 好,開過了 如果沒問題的話,交給你們兩位 大家好,今天有Herman和我,Charles 簡單的介紹自己,Charles 兩人潛在Googler,今天以一個ex-Googler的身份 說一說Google有多好 希望今天更加以一個沒有bias的角度去說這件事 Herman,謝謝 Hello,大家好,我是Herman 我是香港其中一個customer engineer 很大機會你都會見到我 如果找Google,關於一些技術的東西 找一些Google的活動 我都會有出現的 希望可以和大家更多溝通 就交給Charles 就是這樣 好,今天呢,其實我 我們剛才在last minute 我們拿了很多slide 可以看到我們的slide都幾多 還有四五十張slide 大概有四十多分鐘 也都有些demo 好,其實overall,今天我們想觸碰到一個關於AutoML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data scientist 本身可能搭配一些model 你可能會覺得很簡單 這一部分呢,其實對於你來說都重要 因為你要知道現在我們有什麼tools 有些tools可以給你的同事減輕你的工作量 如果你本身其實對於ML很有興趣的 你玩一些data 甚至乎可能是一些analyst的角色 其實今天說的AutoML這個工具 挺有用的 AutoML的family其實有幾種 我們今天會專注於video 和tables的部分 但是今天的engenda就是這樣 最後我們都會說說一些customer story 解決一個real world的problem 其實大家都知道 Google是一間AI的公司 從Google開放一些AI的工具 還有去到我們去build up這個community 其實你都看到這麼多年20 其實擺了很多events下去 甚至乎其實在好幾年前 已經五六年前 其實Google已經有個strategy 就是要把所有的product 都embed在一些AI的元素 那不單止是一個search search 當然啦 本身Googlesearch 是一個很廣大AI的machine learning的project 甚至乎去到一些Gmail 你看到現在那些autocomplete的東西 甚至乎Googlephoto 我現在可以分到一些人樣 就是說我要search一張照片 關於誰 很快可以display出來 甚至乎去到一些我們說的Googleworkspace 之類的東西 其實開始發現 越來越多AI的元素 然後是embed下去 去先進化大家的一些日常工作的東西 那麼 目標是什麼呢? 人人有公念 這個是中國股權法的一個口號 那麼其實鼎盛這個人人有公念的一個口號 那麼其實Google是希望去demokratize AI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AI在現生活裡面 或者在工作上 在大家去開發一些product 那麼其實越來越多demand 但是問題大家遇到一個bottonnet 就是說 其實我世界上沒有太多一些真實的data scientist 有很多不同的programm 有很多不同的analys 但是我問對於AI的需求越多 關於這類問題越多的時候 我沒有那麼多的人力問題去解決它的時候 那麼其實就很依賴 那麼這個很依賴是Google去想一個方法去解決這些東西 那麼我們Google其實用了一段時間 那就是開發了一套東西出來 叫AutoML 那麼希望的就是減低這個門檻 門檻意思就是說技術的門檻 就令到一些不是真的砌漢模特兒的人 都會用一些AI的工具 一個入場份的門檻 那麼其實在以前來說 我要排一些machine來講 我可能隨時會買一堆的GPU回來 那麼其實現在用cloud的世界 其實這些東西就可以省了 其實是 那麼在不同行業上等會都會觸碰到一些的 那麼現在我們看到呢 特別是一些retail和media 你看到我放在左上角呢 其實越來越多一些關於 machine learning 或者AI的use case 那麼你用retail來講 我怎樣用一個model 去predict一些客戶在我上面 有幾likely去買那樣東西呢 media 那麼所有media基本上都在說 recommination engine 我怎樣建議這些architect 給一些e-readers 那麼financial service 就是說我保險 有些plan 我以後可以去計算的 甚至乎去買一些 對的plan給一些users 之類的 Healthcare都有 一些關於DNA上面的HPC 甚至乎關於一些 x-ray的diagnosis 其實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 其實這樣的行業 跟google一起做partnership 甚至乎用它的service 去build up一些AI enabled的tools 那其實在google的世界 GCP的世界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簡單的全監獄 因為其實如果你全放進去 基本上有百幾二百個logo 那你又去最大的infrago 我看到今天其實教組的 可能有說少許關於 gobernates cloud之類的東西 那去到一些 例如說AI的platform之類的東西 那可能很多時候 例如google本身已經是 去build on一些gobernate environment 那infrago part 其實我們有自己的tpu 那你去到最上面 那其實會有一些solution based的東西 那其實今天我們會touch base 是什麼呢 是中間的account 就是一些API 還有一些auto ML的東西 那 講一講 就是AI有些什麼building box 那其實 今天join down這個GDG Defense的session 那其實一定不陌生 其實是 例如說大家會允許的 關於translation API vision的API 那NLP的API 那香港其實用很多 那 keep住大家都在這裏催我們 究竟是否support 繁地址 廣東話之類的東西 那其實你都見到 有些不同的service 都已經release出來了 那其實在一些short of data 其實我看到 其實在過去一兩年 其實google放了很多infra 那如果你暫時未知 未aware這件事的話 其實你說其中一件事 你本身可能幫一些客人 或者是自己本身做一些 retail的行業的話 那recommendation AI 其實你可以去看一看 那這件事其實是 我們fine tune做一個 pre-change model出來 那假如如果我想做一些 recommendation 推薦的系統 關於你retail的系統 例如說 我又可能幾百件貨品 我想推薦給不同的項目 這裏大概已經說出來了 那我們看到比較多客戶 或者用手用好的東西 就包括一些OCR的support 例如說我如何在圖裡 extract一些文字出來 那我identify一個樣子 就是一幅照片 究竟他在哪個位置 有個人樣子出來 那其實可以有很多方法 可以玩的 identify一個人樣子出來 會不會做一個masking 之類的東西 那其實這些是一些創作的元素 那一些image的property 甚至是做一些content的classification 究竟這張照片是屬於什麼content 什麼類型的東西呢 那其實這件事 等一下我會分享另一個case 就是在說在某個酒店行業 他們怎樣用這個classification去做的 那這個是MindEason 其實Charles 其實VisionAPI 聽說好像挺容易用到 那其實有沒有客戶已經在用 我們的VisionAPI 或者Apps等等 就是已經在用著 是 那Exactly 你問得好 那其實其中一件事 IKEA其實正在用這件事 那其實他用什麼呢 大家走到IKEA都知道的 其實你有很多產品 那你要找那個產品之餘 其實你可能 以往來說 我們怎樣找呢 就是每個AKEA可能有一個標籤 那你去找它的標籤 它有幾十個DG的標籤 那你標籤進去 可能是一個APP 或者是一個搜尋 但其實這個不是好 你想一想 就是說 AKEA就跟我們聊 怎樣我可以去美容 這個用戶的經驗 其實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客戶可以拿一部相機 進了他們的APP 其實是拍張照 那他們做到一件事 就可能在照片裡 他大概認到這個產品是什麼 跟著他就會看透過自己的產品 跟著做一些關於他 例如說一些相關的東西 例如說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這個可能是一個花盆 一盆災害感之類的東西 那他就可能數一數 那你看到下面 就會有關於類似的東西 可以推出出來 其實他整個idea在說 就是說 我怎樣去令到 這個user experience 在我的APP的環境下 是會好一點的 那其中一件事 除了在那個IKEA 其中一個use case 就是我們講一下 會怎樣去處理 其實我們本身 Google也都發展了 一個東西 叫做Google Lens 如果記得的話 是Google Lens Google Lens 都是做一些 Vision Search 或產品搜尋的東西 那我就說 我真的好像這個樣子 在街上看到 那個人穿的褲子 好像挺漂亮的 是皮鞋 那我想看看 這個產品 在有什麼地方可以賣 或者這是什麼產品 那其實我開了Google Lens 這樣就搜尋了 那我自己本身 我是用著 我平時周末 可能會去逛山的 逛山的時候 其實大家會出水 就說 這個花是什麼花 這個花樹這麼有趣的 這麼大的 是什麼 其實 在Google Photo Search 其實它都有類似的 就是我可以 我開一個Photosearch 然後按一按 後面其實它都會用Vision API 在Google Pre-Change 這個模特兒 去找回這個產品 或者這棵樹的資料 是什麼 可以拿出來 剛剛我們看到 那個全家庫裡面 其實我們包括幾個東西 有字的就是Translation NLP的東西 有圖片的就是Photos 其實另一部分 其實Google也很強的 就是Video API 就是一些圖像 影片方面的東西 有蠻於其實我們也有一個很龐大的 訓練的資料 在YouTube那裡 其實在這好幾年裡面 其實我們都在Videos 的工程中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現在 其實Videos的API 這些已經是pre-trange 就是每個人 你用Videos的API 其實都會用同一個模特兒 你可以做到以下這些 大概十幾個 三四十幾個 十二個不同的用途 那你說除了 剛才我說的 檢查一些文字 檢查一些 moving object的營養 還有classification 之類的東西 甚至乎一些 例如說一些 specific的brand 那我都能否認識出來 在哪個scene 在哪個幾分幾秒 有這樣的東西出來 那其實 which type 其實現在都已經可以做到 經過這個Videos的API 那which type 其實你可以embed 入自己的application裡面 你無論做web的 還是做app的 那其實你可以有個Videos的API 那你就可以 extract到 一些這樣的 information出來 那例如說 立刻有deblog 在想 我有個很crazy idea 就是可能self driving car 我趕快 我要扔個Videos的API 進去 我要 我駕駛車的時候 我立刻可以detect到 這個人 這個什麼object 甚至是小明人 那這個 那這件事是不是Videos的API做到呢 那 不好意思地 暫時 其實Videos的API 正如我所說 是一個pre-trained的一個模特兒 所有人都用得 是一個general的使用 沒有支援 但是 我們有些之後 可能說多一點 就是有些什麼 可以turn around的方法去做一做 那剛才所說 左手邊那個 我剛才很快就拍你了 一些pre-trained的模特兒 大家用的全部都是standard的 那右手邊 我們在說 今天另一個主題 就說的 就是auto machine learning 一個很custom的 machine learning model 那我會說一說 其實auto ML裡面 其實它解決了一些什麼問題 其實是 那你想像一下 我要operate一個 machine learning的一個 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project 或者整個 framework 那其實 裡面包含了很多東西 其實你說的 你叫一個data scientist 其實說 其實你不是只是 讀一個 machine learning的 其實不是的 你說你看回 這麼多不同的blocks 其實你真的做一些 machine learning 這個 machine learning的固定 其實自己不是其中一個小部分 你發覺很多時候 其實 machine learning 的data scientist 其實用了很多時間 在做一些feature engineer data collection 那可能有時候 你會將 你會有另一條項目 就是做data engineer 可能會包括 data management data management 不同的data catalog 那甚至乎 做一些 例如說 hyper parameter tuning 之類的 甚至現在可能更多 就是關於一些locking automation 和monifying 那這些其實 你要一個data scientist 其實他做了這麼多事情 其實他本身已經是很吃不消 那其實 automl 其實他解決了問題 就是說 其實現在這些 橙色這些 這樣的icon 其實他已經走過 走入面 他有一個比較容易一些的UI 已經可以 輸入了這些 這些幾個不同的步驟 剩下什麼呢 其實剩下你想想 如果有人已經可以 浸入了一些data collect到一些data manage到data 而知道這些data 發生什麼東西 有一個 我已經可以 去涉獵到 這個machine learning的世界 那 那 那 剛才我講了 剛才你記得 左手邊就是一些 一些pre-trained的API 那 右手邊是一個 是一個 automl的東西 automl的另一個好處 就是說其實 它是用你的data 去訓練一個 soup for 你的environment 的一個model 而這個model 在 the end 其實是你的擁有權 亦都有使用權 的 而那樣東西 Google 是不會拿來自己去用的 那這個也是另一個 Defensation 那 剛才就很興奮 我講一講 AutoML 是什麼 Herman 不如你再高一點 和大家講一講 是什麼回事 好嗎 好 謝謝Charles 做這個 intro to 交給我這個 AutoML 那 大家看不看到我的 screen 我試一下 stop了 可能我要 也可能要 同事 朋友仔 幫幫忙 pink Herman的screen 出來 沒問題 等一下 好 現在應該是 對 沒錯 不好意思 今天應該好像只有我們兩個 打雙打而已 咦? 這麼奇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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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Charles 謝謝Charles 我現在就 會 解釋多一點 Exactly AutoML 背後是在做什麼 即是怎樣 可以 功能 或者之後的 使用案都會說 多一點 其實我們 AutoML 就是 automatic machine learning 其實 都是用回你自己的data 好像剛才有過的 那些data都會是屬於你的 但是 我們就 我們 AutoML 這個service 其實它就會 幫你做了一些 第一 提到一個 production ready的 service 給你 所以就說 譬如像你 訓練好了 的model 就是用了你的data 訓練好了 的model 它都會給你一個rest end point 之後 就真的可以在你的apps 或者是 你的program 就可以找回 這個訓練好了的model 它就會給你一些 inference 給你 OK 那 AutoML 也是因為 它是managed service 就是說我們 GCP 就幫你 manage 這個scaling availability 這些都 幫你處理了 它背後就幫你 train deploy 和serve 這個model出來 如果你說 我有很多data 但是 AutoML 都是 很多是會 require 一些 label了的data 的 我們也會有一些 human data label的service 那你就可以 用回 我們這個service 來label 那些data 然後就可以 把這個AutoML 來 整一個model出來 其實背後 AutoML 是會幫你 第一 就會幫你process 就是真的幫你 train evaluate 那些model 那 before 其實它不是只 train一個 其實它會幫你背後 train了很多不同的model 它就會幫你選 或者propose 一些最準確 或者是最適合你的情況 最適合那個data 來給你一個recommendation 然後你就可以選 希望那個model 更加準確 這個背後幫你做好一次 幫你optimize 幫你optimize 這個variable 那 因為我們有這個service 就真的做了一些 就是 train了很多不同的model 然後選 最對最準的model 其實那個accuracy 你看到其實都是不錯的 就是它都是給外面的 或者自己組裝 要自己 manage infrastructure 才能做出來的model 其實它都可以 都挺好的 relatively 那其實就是這個 紅色線 那 那 那 同時 它就 AutoML 就是很準 很好用 但是同時 它的graphical interface 也是很簡單的 所以其實你不用自己 manage infrastructure 自己boot一些server 來做個training GPU 可以說這些全部在UI那裡按一按就可以做到的 或者整個process都在UI那裡做到的 那 說回我們AutoML video 它現在有什麼情況是很適合用呢 那第一就是video classification 就是說 你可以給一堆的video 他就會說 這個是comedy來的 這個是horror來的 那就幫它classify了這個video short classification action recognition 就是 action recognition 我之後都會有一個demo 會示範一下的 那其實基本上 你給它一些training data 給它 label了它 它就會可以說 其實這個是什麼sport來的 這個是不是golf 這個是swing 等等 這些全部都做到的 然後就是object tracking 那現在就go through一下我們這個AutoML video的demo 那其實我們這個demo就關於 看一下 可能我要再轉一轉我的screen 我先看一下 Demo是要多一點 麻煩 先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 OK 那轉回我這個view 那我講回我們今天的demo 那今天的demo就會關於rugby的 那我也知道現在很多人應該在看足球 那有可能你想 或者做一些demo 或者是 有沒有關於賭球 這個我不知道 那自己可以 自己可以想一下 那但是 那就是 因為關於先頭我們提過 就是有people tracking 或者action 比如射球 這些其實都可以用我們的autoML 來detect 那detect了 你也可以 就是說 做一些analysis 或者是幫你拿回多一點的inference 的data 那其實很容易做的 那我現在去回我這個console裡面 那我們audoML 全部我們console 就用得到 OK 那 你一開了我們的video intelligence 的網頁 那你會見到其實 這個整個process 有些步驟可以就這樣follow 它跟它做 那當然我們就要提供 提供一些data 那所以就 我們在這個demo裡面 我們就upload了 三條 就是previous的 previous幾場球 都有upload了上去的 那upload了上去 它其實就會通知你的 就是因為要少許時間才放進去 那你upload了 它就會通知你在那個e-mail那裡 那當你真的upload完呢 你就會見到其實 就會在這裡出現的 在第二個步驟 這個video會出現的 對 那 開支的時候呢 你就有些raw video 那其實你在那個video裡面 你就要做一些labeling OK 那 在那個labeling裡 在那個片裡 你很容易可以做到的 那其實你就 as for video 在play著 它就會 給你一個UI 做一些格子出來 它就可以說 這個player 就 其實是這裡的 比如這樣 labeling tips 那你就可以 label回它 OK 每個frame可以label回它 那你會見到 就是每十秒 其實我們就會做了一些labeling 那我之前都做了 那當你真的做完那個labeling 或者是用我們的服務 就是我們的managed people resource 去幫你做labeling 那你真的labeling了的時候 那我三條片都labeling了 那跟著就會做一個training 那其實你看到 其實我們 我問一個問題先 剛才你說十秒 要labeling一次 那如果買一段片 我會整個小時 那你有什麼 想法呢 我是不是全部要 每格十秒 要labeling一次 哦 那 那說回去 先生 我們可以 我們有服務 就是找人幫你 label 那 其實如果你真的沒有 label它 它只不過沒有那麼準 其實都OK的 OK 那真的 看回你 就是相片多準 還有多少data 都是看回那個data labeling 是多少 那 當你真的 加了些label下去了 那我訓練好了那個model 那其實 因為automl是 就是很聰明 就是它背後就會 其實訓練幾個model出來 它就會 選擇 剛剛那個model 最適合這個 用途 那它就會 和調整那個hyperparameter 那然後它就會 給回那個model 還有會給回一些evaluation metrics 那你會見到這裡 其實我們就有 那個precision 然後0.7 就是precision 跟著recall 這些metrics 都會有的 OK 那我們去到這個 其實那個model名 它都幫你選擇 那你會見到那個curve 就是我們可以 設定一些threshold 那它就會幫你optimize 就是你可以自己選擇這個東西 它就會幫你optimize 它 然後 之後 通常你會怎麼做呢 你就有個 有些 你自己的raw data 然後你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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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部分呢 就會留在做 就是個test的 就是 測試一下它的 那個precision 和 accuracy rate是幾高 所以我們就 都可以給回一些 precision的東西 那for example 我這裡就做了一些 測試的 那我們可以看看下面 這裡 這個prediction 是 那現在我不是用人手 這個真的是一個nutlive 但是另一個video來的 那這裡它就會做一些tracking的 那當然你可以調整一下 就是如果說要高一點的confidence 它就真的要很肯定 它才會彈出來 就是那個box 那如果它 弄回小一點 那你看到就會開始多一點 那這個真的 根據我們剛剛訓練了那個model 那你見到呢 其實我們先頭 只是提供了三 三個 三場波 那它就做到這個出來 因為呢 其實我們背後呢 有些 那個model呢 已經是pre-trained了一些 generic data 那它透過一個叫transfer learning 這個type of machine learning 就可以再加回你的custom的data combine 那就可以很快 generate到一個很準確的model 那這個就是剛剛這個video intelligence people tracking的video AI demo 那其實你看到 都是wrap up 就是summarize 其實我們automl 就是這個product 就很容易用的 基本上你在console裡面 就跟回它的幾個步驟 你就可以gen到一個model 就是host 就可以用了 基本上 OK 我見你剛才弄的時候 基本上 連選什麼model都不需要 就是用什麼機器來訓練什麼model 其實基本上你都不需要動 是啊 其實我也不知道 其實背後有多少部機器啊 訓練時間 其實就大概知道多久的 但是他都給個estimate 其實這些東西全部都是自動波 是啊 OK 下一個就是automl tables 我想Charles都先從這裡提過 其實automl tables 很基本上的understanding 都可以generate 用一些AI 在你的product裡面 OK 其實那個automl tables 就會針對一些classification 或者是regression的問題 那你說 Charles或者你會問我這些是什麼問題呢 可不可以舉個例子呢 那for example 我這裡都有個 我之後都會有一個demo 就會講一下一個 based on 那個 屋價 OK 就是我賣屋的時候 那個價錢 我可以predict based on 一些variables 就可以用這個automl tables 來做的 很適合的 那其實 對 regression的問題 那其實 其實也是這樣 就是我們automl tables 就真的拿你的data 你就define 這次要define 這個schema 那很簡單 就是說 你上面有一個column 的第一個column 都有些title 那你可以define 它 那其實你define 這個role是做什麼的 然後你會analyze 他就會analyze 這些data 之後他就會幫你train 那個model 然後evaluate 然後再幫他deploy 那你之後可以放些新data 幫他predict 那個value 那你有可能會問 automl tables 有多準確 其實based on 我們這個 有些測試 是做了 on kego 就是competition 其實他 都是 within top 10% 就是用automl tables 來做的 那也不奇怪的 那都有幾個不同的比賽 例如KDD級 或者是 all state claims severity 這些全部都是 用automl tables 來做出來的 然後當然那個kego data 全部都是用著 同一堆kego data 那所以都幾準的 那這裡就是 第二個demo 今天這個demo 我建議大家都 自己可以在家裡 都自己做的 OK 那我今天就會walkthrough 一下這個exactly 這個demo 真的based on 一些housing data on kego 所以你可以在kego 找到的 那就在這裡 那你可以search Amy's housing data OK 那你就可以download 它 這裡 那你download了 你可以upload 上去 我們的 我們這個 table 那很簡單 我們可以 這個就是我們的 automl tables 的console 那你可以create 一個新的dataset 那給它一個名字 那就 demo OK 那這裡有些問題 但是你可以create 一個新的dataset 那其實可以有幾個dataset 那after 你就upload了 那個data 它就會通知你 就是upload完呢 它就會在那個email那裡 給你 那跟著呢 你會見到 其實你做完這個upload 呢 那個sales price 那你真的based on 我們今天這個dataset 你會見到有很多 已經有sales price 而且不僅如此 還有很多不同的attribute OK 那我們今天呢 就希望想predict到 這個column的value OK 就是sales price 那我們在這個 我在這個automl tables裡面呢 我們就 製作了一個新的dataset import了我們的data 進去 收到那個email 就是說它import了 那跟著我們會set 那個target column target column就是說 我們想predict的column 我們要選回來的 那其實在這個旁邊這裡呢 就可以選擇 sales price column 那它就會 懂得 output這個value 那跟著你就可以做一個analyze的 continue to move to analyze tab 那就是第三的步驟 這個就是schema 第二步驟 那在analyze這個步驟 你要見到 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existing 剛剛upload了的data 那actually 你不用怎麼改的 如果你不想 那它都會幫你自動 就是說 我是不是用這個data呢 好不好用呢 或者不好用呢 其實它都幫你做了 做了的 但是你也可以manually override 了它 或者有多點control 這個步驟也可以做到 那跟著我們就做一個training 那based on你的dataset 有多少個characteristic 還有多少行data 它就會給回一個recommendation for how long for training 在這裡 那跟著你就會按回一個training OK OK 還有你也可以 亦都可以改一改它的cost function 那些optimization objective 就by default 它是root mean square error 那它就盡量減少這個 但是你也可以選其他的 都是no problem的 for example 在這裡 那你就OK了 你就按train model 那跟著就好像第一個demo 你也可以看回一個evaluation的metric 那這個就有一個root mean square error 那等等這些全部的error metric 全部都可以放出來給你看回 那跟著你有新data 就是真的想用了 那其實你就可以給一些新的data 就沒有sales price quota sorry sales price的data 那但是你有其他的characteristic 也有的 那跟著它based on the model 就是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這些 它就會給回一個 就是它predict了出來的sales price 那就是這樣 kick off這個prediction 好了 那這個就是先筹那個 這個是auto demo tables 那at the same time 好像Vision那個 你是不用自己manage infrastructure 你甚至乎那個model type 你都不用exactly選 選中exactly一個 還有那個optimization 就不用自己做 當然你可以override的 那但是全部都大致上 你是不用exactly有些development knowledge 你都可以很快 gen到一個model出來 就可以試一下准不准 或者可以再加多些data 改改一些characteristic都可以 那就變得很融融 我看你這個screen cap 我看你這個screen cap 也不止有batch prediction 也不止有online prediction 也不止有online prediction 也不止有online prediction 是啊 它給了一個rest API 給你call的 所以其實我看到有些人會 譬如在google sheets 你可以有一個role 就只是call這個API 可以自動自動populate 這個sales price 或者做一些automation 等等這些全部都可以做到的 是的 OK 那我現在交給Charles 就講一講 一些customer use case 那我繼續用你的screen 免得轉了 好啊 好啊 那說一下小小故事 其實google的客戶 怎樣去用剛才說的 其實Ubisoft大家都認識的了 就是一家 基本上全世界 top過幾個game廠 其實其中一個旗艦的game 可能很多人都有玩過了 就是assassin and crit 其實大概在2017-2018 有一個版本是Origin 其實這個版本其實他們做得很細節 大家都知道 他們那時候找了一堆的埃及學家 其實他們正在想做一件事 就是去了解一些埃及文字 那怎樣擺放這個game 大概在說接近一個 八百幾一千個不同的文字 其實他們不同的文字 其實後面又有不同的意思 那究竟他們怎樣去擺放這個game 其實這個exactly 他挺有趣的 就是exactly 最後他問了幾間不同的 不單止是tech的公司 例如他問過不同的museum 或者之類的東西 那看看有沒有一些方法 一些工具可以幫他們 去好一點去了解一些文字 和和dkwk去溝通 那最後他們用了 就是用了automl的vision 那他們在import了 每一張文字 大概有十幾二十隻不同的一個相片 那托了幾百個這樣的文字 就這樣一擊就 然後後面自己去run 然後其實出來的結果是挺有趣的 那這個其中就是Ubisoft 那 next slide 那另一個fox的sport 那這個exactly 發生在澳洲 那其實這件事大家可以想一想的 就是我不確定 就是香港可能比較少人去看過cricket 那如果有看開的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在生活在澳洲那裡都很記憶 那其實cricket這件事呢 我都不是真的很了解的 那其實主要原因就是很多時候你看 基本上是在全天的 你坐在那裡就等那個東西掉了下來 但是一顆幾成一顆鐘都不掉下來 那其實就是大家只在那裡拿著啤酒去吹水 那其實fox呢 其實他們本身做了一個 類似這些live streaming的app 那其實他想increase 那個app裡面的engagement 那其實大家最關心的東西 就是那個wicked 本身的跌下來那個線心 其實是 那其實fox呢 其實他們對theat scientist的team 和他的partner 然後就基於一些historical的data 然後做一些分析 可能一些player 究竟那個situation 或者一些weather的方向 或者是究竟是幾時幾刻 有些什麼combination of對不同的player 然後他就放進去 AutoML那裡做training 他想predict的東西 就是那個wicked 跌下來的likehood 那其實有多少percent chance 他在接下來會發生那個scene 最終要做到一件事 就是其實他們reached到的google 那就是說是 那個wicked跌下來 之前五分鐘 他大概已經有可能 我有八成機會 或者七成幾機會 我已經猜到 接下來五分鐘會有那個scene 出來 那你做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做一個push notification 去那些subscribe 去live streaming的那些users 喂 接下來那五分鐘 可能會有一個 這樣的moment出現了 你有沒有興趣 就是踢踢進他的app去看 那這件事就增加了 其實他的subscriber的spending 他們的marketing 亦都非常之happy 因為多了不同的subscriber 而且engagement的score也都高了 那這件事也都 在用戶來講 其實不單是在Fox來講 他賺錢的 其實用戶來講 其實他都很會future 這個feature 因為他future到 我的user experience 都會好了 下一個 下一個 那這一間 我剛才提到 一間印度的 做一個hotel travel 的一個website 其實他們用了的一個東西 就是automl vision 其實他們在hotel的review 裡面 其實他們給一些users 去upload不同的comment 那upload comment 有時候他們可以upload 一些相片 就是我可能去一間酒店 訂購 經過他們的website訂購 之後 我看一間房間怎樣的樣子 廁所怎樣的樣子 我拍完之後可以放上去 其實他每個月 剛剛開播的時候 基本上說 差不多一萬多張的相片 每一天 有一個new的image 放一些users的feedback 其實他們就用了automl vision 做一個categorization 就是我categorization 這張照片其實是拍攝 酒店的大堂 還是酒店的床 還是酒店的廁所 其實對於users來說 其實他比較好的 就是說我去那個website 我去購買酒店的時候 我可能我比較著重 是酒店的廁所 可能就會有個tap 我自己按一下 看看這間酒店的廁所 也幫助後面的人 其實省了時間去categorization 去下一個 這個呢 其實 以我所知 很多人很有興趣 就是在一些 初頭 Google develop 這個我們說的 predictive flight time value的時候 其實是由一間 game名的廠 其實他們是dod的 就是看看predict你 究竟有多frequent 或者多lifehood 你會在game裡面去買武器 其實慢慢演變出來 其實是一些retail的世界 其實大家也都用回 這個predictive flight time value的東西 去做一些rfram的模特兒 其實大家解決的問題就是 其實我可能我要 我起一個app出來 或者起一個platform出來 假如我用retail來說 其實無論是線上線下 其實客人可能會有一個transaction 但是究竟哪些是一些 我覺得是high value的客戶 例如說我VIP客戶 instead of measure by 他在我上面花的錢 其實我就會很想像之難 就是可能會計一計 究竟哪些客戶 什麼時候會在我這裡花錢 多容易去買這件產品 但其實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 其實這個客戶最終會在我的platform上 去花多少錢 我們這一個說的就是lifetime value 那我怎樣要一個predictive的post 他們就公開了一個term 就是叫PLTV的這樣的東西 那假如我真的做到這件事出來 我predict到這個客戶 Let's say Herman 在我的platform上 可能他會打開機的 他會在我上面課金課1200元回來 那1200元港幣 那如果我知道這個value的話 那很make sense 我在我做marketing的時候 我可以用500元600元 去acquire這樣的客戶 因為其實我知道 他最終是會使得的 其實這件事 那其實裏面做到的東西 就是說其實他用了一些rframe的 一些signal 就是可能他purchase frequency recency 甚至我可以 放進去其他不同的feature 例如gender interest之類的東西 那我全部推進去 Auto Admiral Table 按一下按一個按鈕 然後他就推出來了 那其實這個PLTV的model 其實在AI Hub 甚至乎在Google 有一個documentation的web page 這個也是一個screen page 來的 你們可以看一看 裡面有step-by-step 有四個step 教你怎樣去做這件事 那你會看到 其實他也exactly 是leverage AutoML的部分 Next 是啦 那跟著呢 我們就可以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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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突然之間 大家聽完之後 就說 有很多idea 那我們嘗試 就列了幾個idea 出來 看看可不可以 用這些AutoML 去解決 是啦 是啦 我在哪裏用到呢 有可能你的客人會問 我想classify 一些image 就是一個good bad 或者是不好的image 其實這個就是很適合 AutoML Vision的用途 嗯 甚至乎我可以 可以看回 例如說那個人 還不開心 就是說我笑 哭 其實我都可以用vision 去classify 其實是 是啦 那第二 那第二個 是Charles 第二 我可不可以 identify一些relevant的object 從一個不同的image 就是除了vision API 它本身可以cassify 例如說 我 正如剛才所說 我可能我喜歡 行山的 我會不會cassify 到不同的樹 可以嗎 可以的 可以的 那如果你有些照片 和一些 label 的data 你可以進去 AutoML Vision Object Detection 裡面 轉換了模特兒 就可以detect到 那些不同種類的樹 嗯 那第三 就 我有一個document OK 那個document裡面 就有一些 譬如好像 Hong Kong ID 或者一些名 中文名 或者地址 那這些 我可不可以 就是 拿出來 呢 這個就是 yes 可以用回 我們這個document ai 的 AI 的API 就可以做到 這件事了 我記得 我們做這張slide 那時候 原本還寫著no 這個 一兩年前 那其實 你可以說說document ai ok 好啊 那document AI 就是一個 真的偏向 幫我們做 就是現在 現有在這個 Market 就是OCR 就是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但是 很多時候 我們的documentation 是有一些 context 在裡面的 就是不只是說 我想拿出一些text來 反而想知道 其實這個document裡面 的data 是真的表達 就是means 什麼呢 其實我們就想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 trained 了一個 document based的AI 這個model 都是已經有的了 那就 偏向一些 比如說 現在我們有些 真的做invoice 的 就是invoice 的model 就可以extract了一些 invoice 關於invoice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order documents 我們都會越來越多 是真的 specify 這個model 是真的 幫你 exactly 處理這些 不同種類的document 所以 就變了 可以 incurrence claim form 都做到 那我們都試過 譬如好像 正常 在香港 就是 AIA claims form 中英 有中文名 這些全部都 Document AI 是幫得手的 現在 所以我們就不停在這裏 改善 改善 我們的services 和 技術 技術 就越來越多 就幫得了大家 好 下一個 我想做個sales forecasting 這一個是 每一個 我不知道在座 今天會不會有些sales 好像我之前上一份工 那樣 大家一定會被人問過 forecast 你接下來幾個星期的forecast 是怎樣的樣子 做得到嗎 做得到嗎 Charles 做得到嗎 這些在技術的層面 當然是做得到 對著老闆當然是做得到 我們 哈哈哈哈 是的 其實這件事 其實也有的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個case 在東南亞 有間做 我印象中是做一些retail的公司 他就扔了這個challenge 給google 就是 你說到你automl table 這麼把炮 不如你做個forecasting出來 我扔這兩年的sales data給你 我要你做一兩個月的預測 它是隱藏了一些 證據了 證據了 那些 他就對google挑機 那 最后出來 其實那個differences 是 within 我印象中 是一個single digit percentage 的differences 那which呢 是very impressive 例如你想想 我沒有data scientist的幫助之下 如果做了data scientist 我們不是想取代你的工作 令你的工作容易一些 其實是 那其實在沒有data scientist的 involvement之下 其實已經可以做到這樣的 那些sales broadcasting 那裡面其實也都 其實這個data都是csv 來的而已 對吧 charles 嗯 嗯 我們發覺很多這樣的project 其實呢 中間很critical的一個位置 就是你做一些data collection 或者是一些feature engineering 那你怎麼製造那些right的data 去配合那個machine learning 那裡呢 那其實那一部分 我們對於這個domain knowledge 的know-how 其實那個demand 比較高一點 好啊 那這個就真的考大家了 有沒有有沒有留意 先講的presentation 那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用一些AI 或者google的現有的 就是這些服務 就是這些functions呢 是可以predict到的house value based on其他的attribute 嗯 那這個就yes了 那就用回我們先講的 有聽書的朋友 有聽書的朋友 一定會答yes的了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剛才我們講的 如果你再有留意聽書 那我們剛才講的housing data 是講美國的housing data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香港的housing data 在哪裡可以拿到呢 我們還有沒有的 香港有沒有一些public的housing data 是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其實我剛才聽到的 有另一個session 後話在講的 他都有幫忙選擇 一些open data的東西 可能要拜託他 真的要 是啊 拿到這個data 就可以 放入這個auto ml 那第五個 是吧 那可不可以 可以看到說 這個transaction 會不會是有幾大的publicity 會不會通過呢 就是這個conversion的rate 基本上 那這個可不可以做到呢 這個也是用回我們這個auto ml table 是做得到的 嗯 嗯 那最後一個 我可不可以用 是啊 Charles 不好意思啊 有一點點 我可不可以找客人的segment 那有哪些leads 我要去follow up 去做個upsell 還有做個drag out的一個strategy 嗯 喂 這個問題呢 就是 所以 擺明這個問題 應該是一些sellers來的 應該是 那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那麼簡單 其實我們剛才說到的一件事 就是說 Authorrami table 它正在解決的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problem type 一個是一個regression 一個是classification 那其實你說 part of the problem 也是做一個customization 可能是follow into一個customization的問題 那你怎麼去define 哪些客人需要做個upsell 那其實我會牽涉到 可能有少許regression 因為我要predict它的value 之類的東西 那其實這部分你牽涉到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看你口齒 那裡面其實牽涉到 有一些不同level 不同layer的ML的problem 那就是我們覺得 這一部分 你要做少許的customization 其實是 那可以隨便大家去 discuss 如果你有不同的view的話 其實是 是的 其實這個 就是如果有這些問題 呢 feel free to reach out to 就是我啊 或者是 不是Charles 現在 但是 基本上可以 reach out 我們都可以幫到 幫到你的 是的 那所以就 summarize 就是其實 為什麼用cloud autoML 那就是 第一 就是一些比較 不是太熟資料 就是一些developer 或者不是很多data knowledge 的同事啊 或者甚至乎是programming 都不是超級厲害的 都可以做到一個custom model出來 還有是非常之簡單的console 就可以跟回它 就是abcd的步驟 都可以做得出來 那 那 同時 那個output 如果有些data 有個idea 都可以 可以做回一些AI 放回他們的apps 那 那 feel free to reach out to 我或者Charles 或者是其他的google人 我們都可以很容易會幫你 解釋多一點點 還有 對 那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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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Thank you Thank you Herman Thank you Charles 我正確是你的演講 好 那 我 我 看到其實facebook有個問題 你們會不會回答 因為就是這樣的 好啊 Leo 就問 究竟AutoML現在做不做到那個reinforcement learning 這個這樣的paradigm的learning 這個就未做得到的 是的 未做得到reinforcement learning 但是 我也知道你是想做著 譬如好像開車 就是self driving car 很多都是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 這個就暫時是沒有 但是我們都會 其實我們的development team 都是很取回的 我們都可以refer 給他們這個功能 我相信都盡快 希望會有 明白 好啊 謝謝Herman 謝謝Charles 好啊 Thank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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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 拜拜 拜託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